哈喽大家好,在今天这部视频当中,我们就继续上国圈州五周年版的新增支线解说 首先,之前一直关注老管六的小伙伴可能都知道 目前天际省以西的洛锤省和高岩省是老管六可能将要设定的两个最热门的省份 那在上期视频介绍了一个与高岩省的目的骑士团相关的新增支线之后 在这期视频当中,我们就来看一个与洛锤省相关的新增剧情流程 聚集这段之前的开启,首先是需要我们先去瑞池领德舒尔之石这座小镇 再来到这里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家铁匠部的旁边 这位叫做阿扎迪的红卫人,明显是想与我们打一场拳击比赛 随后这里出现的三个对话选项 简单来说就分别是直接开始比赛,说服他放弃,以及离开不管 但可能是因为有bug在之前的多次尝试当中 这里在阿扎选择第一个与他开始拳击比赛之后 镇上的守卫就会认为这是非法行为 就是会过来攻击阿扎迪 而一旦如此,实际上游戏就会判定我们比赛失败 最后还需要我们再比一次 但在这之后,镇上的守卫依然会直接攻击阿扎迪 当然具体打不打这场拳击比赛其实对后面的剧情也没有什么影响 所以阿扎这里就暂且选择第二个说服选项 虽然我的这个34级的角色也没有点任何一个口才技能 但这里的话依然能够成功说服 这样在交给我们一张纸条之后 阿扎迪就会使用隐身魔法,消失离开 然后拦截行动这个任务就会正式开启 显然接下来第一步就是需要我们阅读阿扎迪给我们的纸条 但可以看到这张纸条的内容也很简单 意思就是保持联系 其实相当于就是一个快递发货通知 因为这时候游戏的任务提示就是让我们等待快递员的信件 这样接着在过了一天左右的时间之后 我们随便在任意一座城镇就能收到这封费杰的信件 在这里面费杰就提到了他们是一个叫做遗留者的红尔人特工组织 也被称为守望之眼 主要就是负责暗中监视外界对洛锤省的威胁 特别是之前撤出洛锤省的新祖山州苏莫市里 而最近他们得到了一个消息就是 他们在洛锤省少卫城中一位叫做拉凯德的成员 被当地一位投靠苏莫的叛变贵族伊斯玛尔劫齿 并且对少卫城防御系统非常了解的拉凯德 可能很快就要被转移到天际省 所以他们就需要找一位有一定战斗能力 可以在天际省自由活动 并且不容易引起怀疑的人帮助他们拦截伊斯玛尔 防止拉凯德真正落入到苏莫手中 而在秘密考察了我们Dragon Ball很长一段时间之后 自然我们就成为了他们的最佳人选 但是最后可能是为了安全起见 更为详细的任务要求 则是需要我们去马卡斯城附近的静水洞穴 找费捷当面谈 那接着静水洞穴的位置也正好就是在上期视频当中的西蒙墓地的附近 再来到这里面之后 那首先我们最好是先把这两个骚音员拔掉 然后再去找费捷对话 这样在简短的对话之后 我们就能拿到这张费捷的指示 这其中一开始的内容 如果大家看过之前 阿布这期介绍落腿神的视频 可能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就是落腿省通过第二次斯托罗斯麦凯条约 赶走新组神州之后 为了防止苏默的反击 遗留者也在天际省 安排了很多收集情报的特工 因此对于前面提到的伊斯玛 转移拉凯特这件事情 费捷在这里主要的意思就是 让我们再去找两位遗留者的秘密特工 巡尾相关的情报 以确定盘图伊斯玛在天际省的具体行踪 然后接着两位遗留者特工的位置 在地图上也会有相应的标记 其中一尾就是在瑞池林的卡斯威斯腾 而另一尾则是在霍加斯高峰脚下的古山镇 当然在这里费姐也提到了 我们与遗留者特工接头时需要使用的暗语 就是乌鸦以赛斯起飞 那这样的话接下来中间赶落的过程我们就直接略过 接着在来到卡斯威斯腾之后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找到这位叫乔斯拉的遗留者特工 这样在我们对上暗语之后 乔斯拉就会给我们一张纸条 这其中主要的意思就是周围特工已经获知 未来几天将有一位来自邵威城的贵族驾驶马车 穿过天际省的边境去陈峰省的黑光城 并且那位贵族还花重金雇佣了苏莫的士兵 负责安保 所以乔斯拉推测那位贵族应该就是叛徒伊斯玛尔 而他的马车上应该就有拉凯德 因此乔斯拉也建议组织尽快行动 要不然在伊斯玛到了陈峰省的大型城镇 黑光城之后 他们将很难再找到拉凯德 但是显然到这里 我们还不知道具体伊斯玛现在在天际省的位置 所以这就还需要我们继续去古山镇 找另外一位特工 获得更详细的情报 这样在我们来到古山镇之后 具体在当地旅店的外面 我们就能找到这位叫希拉亚尔的特工 同样在这里对上暗语之后 我们还是可以获得一张纸条 这其中就提到了 这位特工已经通过一位猎人 打听到了在天际省与洛锤省交界的西南边境 最近有一个马车车队经过 而且具体他们应该会路过一个叫做碎石峡谷的地方 但对于他们更为详细的人数和人员的样貌 那位猎人可能也是害怕惹上麻烦 所以并未透露 因此希拉亚尔这位特工也建议 组织派人前去调查一下 那这样的话 我们通过前后两位特工的情报 基本就可以推测 伊斯玛很可能就是在碎石峡谷附近 但到这里的话 我们还不能贸然行动 还是需要先把这些情报告诉遗留者的首领费杰 这样再回到净水洞穴这里 我们把相关的情报告诉费杰之后 通过他的回答 我们也可以看出费杰应该也有所察觉 所以他已经在碎石峡谷附近的道路上部署了一些哨尾 而这样接下来我们就既可以选择单独行动 也可以去与遗留者的少尉碰面 一起去执行最终的拦截行动 同时这里的话 费杰也会给我们一把钥匙 让我们可以打开这旁边的遗留者的补给箱 可以看到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获得这段支线最主要的新增物品 一套遗留者的覆魔轻甲 一双火焰弯道以及一面轻甲盾牌 那对于这套很有红尾人风格的护甲 个人认为不论在整体的外观上 还是在建模的精细程度上 也都是做得非常棒的 那同样的还有这面极为精致的轻甲盾牌 那只不过对于这把遗留者的弯道 我个人感觉虽然在建模上也没得说 但是在外观上看起来还是有些浮夸 并且从他的刀刃上看 与其说是一把弯刀还不如说是一把弯具 但具体的话 阿布也不清楚这种设计 是不是有现实的参考依据 反正整体看起来个人不是很喜欢 当然在这段任务的最后 我们也还能拿到另外一把特殊的弯刀 所以接着我们就继续这段流程 也就是去拦截盘图EatSmart的车队 但首先在我们到了这个任务点附近之后 一个小问题就是 我们一般会触发同样在这附近的另外一个小指线任务 可以看到这时候我们会遭到这只叫做黄昏的野狼的袭击 同时远处还有一位叫做阿斯瑞尔的猎人攻击我们 非常影响我们这场拦截行动的节奏 对于这段小任务 我们这里就先放一遍 而一般的话 也就基本在这段战斗的过程当中 我们和这些遗留者少尉 就会惊动附近的伊斯玛尔 获得雇佣的苏莫保镖 而具体这段战斗的话 在我们有了这三位强力的帮手之后 一般也并不困难 这样在最后我们就能从伊斯玛尔身上 搜到这把特殊的新增单手剑神器 剔骨折 然后接着我们到这里的马车边上 就可以释放拉凯德 而这时候游戏也会提示 我们可以再去找费杰 领取我们的酬劳 那接着我们也可以在这架马车上 搜到一把白板的遗留者弯道 然后在这里的话 我们与这位三位遗留者的特工 有没有更多的对话 那这样我们就传送到净水洞穴这里 去找费杰对话 但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Dragon堡的这句台词就很有暗示意味 所以如果未来老魂6真的有一部分是设定在落腿上 那也许未来我们就真还能与遗留者这个组织有更多的交集 这样最后在给了我们金钱奖励之后 费杰和拉凯德这两位特工 就会使用隐身魔法消失 而这段支线任务也就此结束 这样从整体来看 从一开始被招募 到之后收集情报 分析情报 再到最后实施拦截行动 这段支线的剧本不仅独特新颖 而且也非常符合背景历史 另外这其中一套全新的护甲和新武器 整体也做得非常不错 但我们说这其中的缺点也很明显 除了一如既往的重复利用配音问题之外 开始的一个bug和最后的一个任务重叠 也很影响这段支线任务的游戏体验 那接着在玩法方面 首先我们在制作洞穴其实还能继续探索 因为在这边的水池下面还是有一些宝藏的 那到这里的话 我们就是可以找到两个矮人的宝箱 以及比较稀有的炼金材料 生于冷 然后对于前面我们拿到的这把特殊的神器 踢估者弯刀 那相比于一溜者弯刀这把武器的外观 则更加符合UP的审美 而在病理当中 这把神器传说是红人的战神昂西踢估者 当年赠给红人的礼物 并且一直以来这把武器就是以风力无比而为名 在基础的属性方面 这把武器其实和之前的天空熔炉单手剑一样 基础伤害同样是11点 也是使用刚快就可以强化 但可以看到其独特之处就在于 攻击能够造成持续4秒的3点流血伤害 并且这里虽然显示的是一种附魔效果 但实际上这里的附魔条是无限的 算是一种这把武器固有的属性 所以总体来看 踢估者也是一把非常实用的单手武器 那另外对于前面我们提到的 遗留者套装和单手武器以及盾牌 只要我们解锁了铁匠技能这里的高级护甲锻造 我们也可以锻造没有预装附魔的版本 在最后对于前面我们略过的 这位与我们敌对的猎人阿斯瑞尔 其实与他相关的一段小支线 我们是可以在福克瑞斯的营房这里开启 那简单来说 阿斯瑞尔其实是一位正在被通缉的强大逃犯 之前他所在的强大窝点 是已经被当地的守卫倾角 而他在逃走之后 是选择在这片丛林当中隐居了起来 那之后他又在打猎的过程当中 救了一只受伤的野狼 并把他当作自己的猎犬 而这里在我们拿到他身上的钥匙之后 我们到这边 是可以在他的营地旁边的这个宝箱当中 搜到一身精灵猎人护甲 其实也就是一套改版的精灵护甲 具体的防御值是稍微比普通的精灵护甲强一点 那当然也因为这套护甲实质上 是从上吴郡州刀锋会手游当中移植过来的 所以本身的建模清晰程度 也只能勉强和原版的护甲接近 而相比于一些全新的护甲 可能就显得有些酥糙了 那好了到此 今天这部周年版新增支线流程 拦截行动的解说评测视频 也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那未来更多相关支线任务 UP也将继续制作相关的视频 因此还是喜欢这里视频的小伙伴 别忘了关注订阅或者是打赏支持 同时这里特别感谢 这些小伙伴在近期 对阿伯的大厂支持 那最后还是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